在夢想街有個門牌號媽媽 歡迎來到夢想街57號 520 蔡英文 蔡總統上任以來 入客極凍 留業是不是相關的行業的話 已經撐不下去 就在昨天 經傳了創世紀旅行社倒閉之風 創世紀旅行社為什麼會倒閉 是因為入客極凍的關係嗎 我們待會要深入來了解 入客極凍的背後 是不是醞釀著 另外一股的一個倒閉潮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了 台北一旅的主祕魏聰文 魏主祕 歡迎您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還有台灣觀光旅遊協會 理事長田一修 田理事長 歡迎您 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先帶各位來看一下 台灣的旅行社是不是因為賭團的關係 甚至倒貼給大陸的旅行社 造成了這一次的創世紀倒閉之風 創世紀倒閉之風的話 其實影響了非常多的人 甚至有人在觀察未來的話 有沒有可能醞釀一股旅行社的一個大倒閉 我們首先先帶各位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發難的受傷者是誰 是導遊 那麼就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上個禮拜六 禮拜天 導遊業裡面的話 其實大部分在流傳著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說 創世紀要倒閉了 對 其實創怕創到 我們一直在講說5.0之後 一定會有遊覽車公司 會有旅行社 會有旅館倒閉 真的 創世紀 三個字就是創世紀 第一張骨牌 但是呢 先導向 公司要倒 一定事先知道 他已經欠了員工六個月的薪水 所以七月份他們員工 就其實私底下都已經知道了 不然當時要倒閉而已 大家剩下等 上個禮拜四 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他們公司的副總 他們公司的一個導遊的一個群組裡面 副總說什麼 公司 我跟你講 營運到今天為止 然後欠大家的費用 沒辦法 兩手 一攤 各位 各自尋求解決方式 因為老闆是香港人 老闆回去以後不來了 然後昨天才開始跳票 跳220萬 我想這是第一批而已 後面還會陸陸續續的跳票 公司裡面有一個小神出來講說 我們總是導遊五十個 我們在公司的行政人員 十幾個 這五十個導遊 都省到愛白糾丟 這些行政人員 都六個薪水沒領 加一二十萬 導遊裡面他說我算比較輕 我欠二七萬 我們裡面有比較大百的導遊 五十萬 六十萬一大堆 另外有一個有夠衰 前禮拜老闆都給丟一百萬 那個最衰 這是導遊 其他呢 再來就是什麼 你說的那個油籃車 現在油籃車公司 現在帶著等下 配合 另外飯店配合 有一個飯店老闆說 你知道那間的道理才要跟他接 我說我跟他做五年 一切都行順利 五年都跟順利 我怎麼可能沒接 對不對 這樣沒關係 現在在那個臺九線 花蓮那裡有一個飯店的老闆一樣 兩星期前也叫他抓一百萬 那個都更嚴重 所以現在油籃車 飯店 餐廳 其他所有的周邊的 跟他有閃連的 那支票 都會陸陸續續的跳票 我先問一下那個田理事長 就你們的一個了解的話 創世紀到底他的一個負債的情況 有多嚴重 我如果以這樣來推論的話 這個惡性循環已經有一陣子了 最少是在一年了 一年來講的話 以周轉型來換算的話 應該會有五千萬 你說這家旅行社 我估計 就欠了五千萬 至少會損 就是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倒閉的金額 大概是在五千萬左右 我們單純講旅行社 旅遊 那個所謂的遊覽車 以及那個飯店業 我們還不說 能夠接那個陸客團的 台灣的一個旅行社 估計的話大約有400家 如果按照您這樣子的 一個說法的話 這400家裡面的話 有多少家目前可能出現 您剛剛所說的 那個財務的一個黑洞 財務的問題 我覺得最起碼的已經就 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 壓力的話有五分之一了 最保守的估計 五分之一家 大概可能將近有 兩成 兩成左右 所以大概有 七 八十家左右 到底台灣的旅行團 跟大陸的旅行團 是怎麼樣下去賭的 好 我就看過來之後 你發現台灣的這些旅遊業 都是在賭大陸的旅行團 賭的都不一樣 有些賭低價的 有些賭高價的 有些賭我們剛剛現在講 又要倒閉的醫美的 還有頂級醫美的 中間差別到底在哪裡 我們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這個低價團 大家都在賭 基本上大陸這邊的主團 就是大陸的旅行社 他去接這些客人 接完之後送到台灣的地接社 那地接社再去送這些旅遊 然後去公務的部分 基本上低價團的話 大陸的主團社的話是全拿 也就是說大陸的旅遊局 讓他去收了這些人之後 他這些人的團隊他是全拿的 直接送到你台灣來 接下來 那個大陸的旅行社 假設大陸的旅行社去招團 譬如說我要來台灣團 美麗風光八天七夜 台灣寶島型這樣子 然後就喊出一個口號 這個八天七夜的話 一個人是7500塊錢 7500塊 你要來參加 你要來參加 參加完以後的話 我這個團的話 我是這個主團社 我能夠拿多少 我全拿 就是拿7500塊 全部都是我大陸的旅行社 全部都拿走 我只要把人 送到台灣的地接社 這邊我的任務就完成 但是我錢全拿 那大陸地接社 台灣也不是笨蛋 對台灣來講 他就是零團費 他就是零團費 那我能接過來說 那我要怎麼賺錢 我接下來大家就很熟悉了 我去購物 推典去購物 推典去買一些糕餅 買一些茶葉 珠寶 去賺錢 那我們大家就很熟悉 珠寶茶葉比較多 賺四成 那糕餅就鳳梨酥那些 大概是兩成 那這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那還是有比較好的 就是高價團的部分 那高價團的部分的話 大陸這邊主團社 他就拿比較少了 因為大部分的成本都在哪裡 都在後面的這些飯店 吃得比較好 出得比較好 他就沒有所謂的購物 所以台灣這邊的地接社的話 他拿的這個抽成就比較高 所以基本上 他抽成可以抽到三成 就是說如果高價 因為他的團費很貴 他的團費大概是5萬到10萬 5萬到9萬 所以他9萬塊的話 他就可以拿到 在台灣地接社就可以拿到 大概3萬塊左右 這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那現在呢 那我問一下那個田大哥 如果按照這低價團 跟這個高價團來看的話 那台灣的一個旅行社地接團的話 他們應該會去接這個 所謂的高價團 因為這邊的話是保證獲利 那為什麼有很多的 這一些旅行社的話 跑去接了這個零元團費 那這零元團費裡面的話 他其實必須要靠這個 所謂的抽成後面的購物 來補足那個所謂的團費 可是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賭的成分就非常的高 可是問題是說 台灣的第一接社的話 到底有多少人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百分比大概有多少 這個尖端只有5%的人數 你要玩5%的人數 還是要玩95%的人數 我有一個經濟規模 我才有賭的成分出來 我沒有經濟規模 那個我就聊勝於5 要加減賺這樣而已 就是說 我就是把它當作配菜 我不能夠當主菜 其實會有這個賭團 所以他雖然是7500 我們要號稱人均要做1萬5 這個導遊的行家黃化 人均做1萬5 你退50%不就打平了 對不對 那只是打平 打平 但是超過我就有賺了 所以我們常常聽人家講說 這個百萬導遊對不對 百萬導遊就是人均3萬 3萬以上 一個人最少 如果30個人就90萬 那3萬以上 才有辦法破百萬 那是不是就賺回來了 所以導遊很重要 因此像創世紀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你一兩個月只要沒給人家薪水 好的導遊早就跑光了 誰會留在這裡 去帶別家的團 對 所以你留下來的導遊又開不出來 那就是一個循環 那循環下去的話就 那你的團池又不好 團池很重要 好的團池他不一定給你的 那都是有案盤的 什麼案盤 什麼叫做好的團 憲哥一定很清楚 那個在大陸的主團社 年輕小夥子25歲到28歲 這期的經理 只要他的任務是屬於 奧棒的經理 可以把人丟給你台灣的這些人 每一個都是開跑車 每一個都是開雙咪以上的 而且他的雙咪 跟我們的雙咪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如果是250萬買的車 他500萬才買得到 對啊 大陸 而且他常常換車 幾乎兩年就換一年 年輕的旅行社的經理而已 每一個人都是身價百萬 億萬富翁這樣子 是 然後專門是在做這些 這個所謂的奧棒的一個生意 我們旅行社的老... 我們旅行社的老闆 去拜訪他的時候 兩手提了滿滿的禮物 畢恭畢敬的 為什麼要對他畢恭畢敬 他才會給你這個 你說什麼 高價團 優質團 優質團 有量的團 才能給你 這些團裡面 他早就知道說 哪一些是會買的 哪一些是不會買的 你如果願意給我 下桌子的時候 我就會把好團送給你 你如果沒有給我一個 下桌子底下的話 我就把那個什麼 插的團給你 保證你虧 請貴地跳有多 這次那個創世紀的話 據稱他是去接了 那個所謂的醫美團 而且是內蒙的醫美團 對不對 對 內蒙的醫美團裡面的話 到底講醫美團的話 因為他的費用 其實是比較高一點 應該算是好團吧 其實我也滿懷疑的 各位知道 就是說像早期的時候 遼寧 黑龍江 吉林 蒙古 甚至於北京 是所有的旅行社衝破頭 都要去搶的團 現在第一個趴下來 倒下來的是遼寧團 沒人敢接 為什麼 因為接一團虧一團 以前是10團裡面 是他們的消費力不足嗎 不是 因為大家 我們講說道義有道 或者是說做生意要有講道義 其實主團社不跟你講道義的 我剛剛不是講過了嗎 如果你有下桌子給我的話 你才有機會 你沒有下桌子給我的話 我就會把爛團給你 那就是接一團虧一團 等於說我私底下的話 到底塞了多少錢 就是塞了多少錢 給那個主團社的經理私底下 他才會把那個所謂的真正優質 不是用價錢下去衡量 你能夠付得起25000的團費 A跟B的話 譬如說我跟小元的話 然後被那個經理這樣子 一評斷了以後 他覺得說廖慶學的話 是比較小氣一點 他到台灣 付得起團費 可是到當地的話 他絕對不會買東西 可是問題是他知道說 小元的話 到了台灣以後的話 他可以花大錢或下去購物 他就把小元送給了田大哥 田大哥再回饋給主團社 這樣子 公司賺公司的 經理賺經理的 這是不一樣的 這一次的那個所謂的創世紀 他接到的其實就是被像我這種的 就塞給了那個創世紀這樣子 你就不好的團 就是不好的團 就是不好的團 就把它塞給創世紀 對 然後讓公司賺就好了 他們這樣子一般的一個團的話 那伊美團的話 所謂的賭的話 他們是不是變成了一個人頭 我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有沒有可能這種狀況就是 我跟小元的話 後來被評定為是說 他可能會比較... 他是好團 所以他很有可能 他可以賣給某一個旅行社 賣更貴的錢 一定是這樣子 好團當然是賣更貴 所以為什麼 在蒙古團的話 他的人均都是在2萬5以上 你用人均來算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團買多少錢了 除以2就是你買的人頭費了 所以每一個導遊 他就是有一個公式 我告訴你說人均8千 對不對 除以2就是4千 這就廣東團 是 福建團 我告訴你人均2萬5 我就是用1萬多塊買來的團 一個人頭 所以人均就是這個行家的話 所以是按照那個地區下去 人均收入下去算嗎 是 所以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天啊 貴州的也不一樣 人已經被分級分成這樣 最貴的是上海囉 不是 上海是便宜的 因為上海不願意花錢 他們消費比較精明 是這樣子嗎 最貴的就是蒙古 然後 不是充實機 那就是蒙古 對 但是它是屬於 十團裡面有兩團塊給他的 一般的一個醫美團的話 價格到底是多少 然後主團是到底 又可以拿到多少 好 我們剛剛主命有講 就是說基本上低價團的話 還有可能不買 但是基本上這是有購買力的 所以基本上他也要對他 他的團費稍微高一點 因為他的持住 還是稍微高一點 所以大概是2萬到3萬塊 左右一個人 那基本上當地的主團社 就拿掉了七成 那剩下的三成是什麼 不是給我們台灣的旅行社 是什麼 是他的一些成本 住比較好的飯店 吃比較好的部分 還有醫美的部分 那這三成就吃掉了 台灣這邊不但拿不到錢 我們還要倒貼 就是剛剛所謂的賭團的部分 我如果最近消費力比較好的話 譬如說剛剛主命講 蒙古的人均2萬5 那我可能就要倒貼1萬2千5 所以他接內蒙古的團 創世紀的話 他也倒貼給人家主團社這樣子 然後你才會來 那基本上他接完了之後 倒貼 接完了之後怎麼賺 這個賺跟這個賺 有一點點差別 我們剛剛講 基本上買珠寶 買茶葉 買糕餅 這個是基本上一定都有的 但是醫美船有一個優勢 他可以自費 他可以自費買行程 他可以自費去醫美 他可以自費去景點 什麼意思 當我們到日月潭的時候 就這種低價團 可能旁邊走一走 就沒事就回來了 那你想不想坐船 想坐船 不好意思 那我們可能要自費行程 你可能要付錢來 那我們當我們去101 你想要去高樓看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自己自費 這部分他都可以賺 他就靠這個部分 來把它補回來的 但是如果當地 你帶的人如果都不想要的話 那你就很料 你就沒有辦法 去把這錢給賺回來 是出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那個創世紀的話 他是倒貼的 他當然 這種蒙古團 全部都是倒貼的 沒有一團是可以拿到錢的 都是倒貼靠商品回補的 那可以賺回來嗎 其實有很多 都是靠蒙古團致付的 差不多你十團裡面有五團 如果這五團都給你的話 就不得了了 因為蒙古人 蒙古的人他們很少出國 他一旦出國的時候 他眼界大開 他看到什麼都喜歡 然後再加上台灣的 好山好水 全平島有一張嘴 然後又親切 他就把掏心掏肺的 還要買什麼你跟我講 清雪要買什麼 你盡量講 我們全部買 而且他們又有錢 所以他就 每個人都會花很多錢去買 這些東西 所以去帶蒙古團的人 第一個有笑容 第二個很親切 第三個很勤快 所以你們最喜歡的是蒙古團 沒有錯 可是人家還是因為蒙古團而倒掉 所以他有好壞之分 對 結果好學校有壞學生 壞學校有好學生 這道理是一樣的 主命 那這一個團的話 醫美團的話 後來的話會不會跑去你們那邊 那你們實際上的話 因為它裡面的話 其實含了那個所謂的 健檢的一個費用 那健檢的費用的話 會不會到那個健檢的診所裡頭 是 這個醫美團以2萬到3萬 是不會跑到我們醫院來 台北國區裡來 因為他的團費2萬到3萬塊 幾乎都是旅行社 在大陸已經拿走了 他拿了70%左右 那因為我們是醫院 台灣的醫院有規定 客戶來我要開收據給他 最少就現在1萬5 那醫學中心要2萬塊 現在有規定1萬5是不是 對 現在從今年開始 對 醫學中心一定要開2萬 地區醫院以上至少開1萬5 所以這種醫美團不可能到醫院 他只會跑到一般的小診所去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們真的幫他安排 那個所謂的健檢的話 最起碼的話 還有1萬5的一個成本在裡頭 對 那這1萬5的成本的話 對於 對於團費來看的話 他已經含在裡頭了 但是對於地階社來講的話 他其實又變成了一個鬥條 對 他還... 他怕他躲起來的話更可怕 等一下 那個2萬到3萬是沒有函 他另外當地的主團社 額外要跟客人收2500的人民幣 額外收的 你說主團社還要再接2500 主團社還要跟客人 當地的客人再多收2500的人民幣 大概是1萬塊 所以那個價格更高 可是問題是到台灣這邊的話 一個人大約是只有1萬塊 但是台灣的地階社的話 還要再付給醫療院所的話 最起碼要1萬5這樣子 是 這樣一來一回虧大 這個讀很大 真的是不得了 那這是醫美團的部分 不過這個部分虧得很大 但頂級醫美的話就不一樣了 我繳多少幾乎都用在醫美的部分 你看他的團費 15到20萬非常非常貴 但是他就不用再跟團了 他基本上就是自由行 所以你來台灣 台灣就有一個地陪 不叫導遊 變成地陪 那基本上大陸主團社的話 就畢竟還是少數 所以大陸的主團社拿的比較少 大概1000到2000塊台幣 就幫他做一個手續而已 到台灣的話 這邊的話就拿的比較多 1萬到1萬5 基本上這是地陪的費用 那地陪他也很喜歡接待這種 因為什麼 很輕鬆 我接你來 那我接你到這個診所或醫院 那我就沒事了 那你弄好了 我們就走了 而且他們這是頂級的 15萬到20萬 可是他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醫美團跟底級的醫美團 我們來看一下行程 我們先看頂級醫美團好了 頂級醫美團 如果你想像 你先入客 頂級的入客 來了 基本上第一天 剛坐完飛機 比較輕鬆一點點 逛逛夜市 到淡水島社會走一走 第一天就結束了 到第二天的話才是重點 第二天的話 他會送你到健診中心 基本上幫你做一個評估 然後也簡單幫你做一些體驗 包括一些雷射等等的部分 那做完體驗之後 第三天重點就來了 看你要做什麼龍鼻 還是肉毒桿菌 還是什麼無痕的這些 拉皮等等的部分 第三天就做完了 但是 這邊的費用的話 加起來是多少 因為這每一項的話 其實9萬50萬 你像什麼4D龍鼻的話 要3萬塊 在這邊加起來的話是多少 9萬2 那邊加起來 這邊加起來是9萬5 9萬 可是它的一個頂級醫美團的話 大約是在1萬5 15萬 15萬 減掉9萬的話 還有6萬塊 還有6、7萬的部分 那6、7萬基本上就是 它的一些團費的部分 但是我剛剛講 這邊做完了對不對 基本上你做完手術 總要有養護期 所以基本上 你接下來的行程都比較輕鬆 包括都在台北走一走 九份老街走一走 都在台北 但是我們強調 他除了這個費用之外 他還要再另外收費 比如說你今天 如果想要去這些地方的話 你要再自費2萬5 為什麼 因為你的這些部分 他把你設在製 你的醫美的費用 你要出去玩的話 他要再幫你重新包車 而且這種團 通常都是4到6個人 很少 所以你在包車的話 他成本都把你算進去 所以你要去這些地方玩的話 包括接下來 你要去陽明山 這些部分的話 都是要自己來付費的 所以其他的行程的話 很有可能是自己付費 但是我問一下這個阻密 這裡面的話 我們看到的大部分 是微整型的部分 這裡面的話 他們會不會自己再加價 或者是說 整型醫療院所的話 他們會推銷東西 會 一般來講 都會再 額外再推銷一些 因為客戶來到台灣以後 都希望再多做一點 因為他已經難得來了 對 所以都希望再多做 所以一般來講 大概還有3成以上的 這些客戶會再加選 最多的話 你有沒有聽說過 做到多誇張的 最誇張有超過百萬的 100萬都有 來一趟 常常有 來一趟就是百萬這樣子 這樣子的人多不多 不少 不少 貴婦最多 貴婦最多 導遊如果帶他們來的話 這裡面的話 當然有 一定有 可以抽到多少 一樣 按照蕭平的金額來算 比鳳梨書好賺 就跟鳳梨書一樣 我可以補充 我有朋友 他就是開醫美診所 那他開在中部地區 他專門接大陸客 而且他只做一個地區 就是杭州 因為他說杭州那地方的貴婦 他們很喜歡來整形兼旅遊 那我曾經有一次到 我的朋友的醫美診所 也去做醫美 我就跟這個醫美團 貴婦團一起吃飯 一共是五個人 我記得全部來自杭州 然後他們一到 因為他們在來之前 會經過一個諮詢 就大概要做什麼什麼什麼 那既然來一趟了 他不可能只有打一個 肉毒或玻尿酸 那個在杭州就能打了嘛 所以這些貴婦呢 我看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變成木乃伊了 削骨的 做龍鼻的 開眼睛的 或者是整個下巴塞東西進去 全身做 或者是做其他部位的 就是因為來一趟 台灣就大手術都做 這個大手術做完 大概都30萬起跳 很貴 他都要做 他願意做 做完之後 我跟他們一起去吃飯 那去吃飯的時候 我才知道就是說 他大陸一定有一個旅行社 就是有一個人 是專門去接這個的 然後跟台灣是對接 那大陸這個人就會陪他們來 然後他們做完手術之後 大概明天睡起來之後 這些貴婦 不見得要去上山下海 他們其實不喜歡 第一不能曬太陽 因為他們打完這個肉毒 什麼之類的 不能曬太陽 所以不會去海邊 也不會去山上 幹嘛呢 中部地區所有的百貨公司買透透 他花30萬銷骨做鼻子對不對 他花50萬買包包 他另外可能再花30萬 買一些玉玉器或什麼什麼 100萬差不多 就這樣子 所以難怪創世紀敢下去這樣子賭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消費力 非常的驚人 其實他花錢不手軟 那主團社為什麼會把它賣出來 而且用高價的方式賣給台灣的這個接地社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的一個消費力 就像這個聖美講的 他除了那個醫美裡面可以賺到錢之外 他到了各個點以後 他的消費力也是非常的驚人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是25000塊的 這種團的話 到底有沒有像那樣子的一個消費能力 我們剛剛講 比如講剛剛那個消費100萬的 應該是這個頂級的醫美團 但是創世紀可能搞錯方向了 因為他接著是醫美團 醫美團跟頂級醫美團消費力 還是有差別 而且他的行程稍微看一下 差別也非常大 第一天一樣來到台灣 基本上稍微休息一下 不過他們的購物行程 基本上是集中火力 什麼鳳梨酥那種比較便宜的 基本上是沒有的 都是比較貴的 第一天就來101 買一些比較貴的一些東西 休息一下 第二天到故宮去看一下 就稍微欣賞一下 重點來了 有一個醫院健檢 我們是醫美團 當然要有一個醫院健檢一下 健檢完之後 馬不停蹄 就開始環島行程 到雪山坠道 到花蓮之後 第二站看一下 大理石工廠就來了 這個就貴了吧 開始購物了 這個石頭很貴吧 幾十萬幾萬開始買了 買完 看完 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殺到了台東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那個低價團的模式又來了 台東完之後 馬上又到了什麼高雄 高雄這邊又看一下珊瑚之類 又開始了 可是你會發現 他們基本上集中火力 那其他的景點 基本上都是免費景點 因為他們的這個 經費也有限 我問一下主祕 這個早上大概只有 你看他的早上的行程 第二天的早上行程 故宮 鍾烈池 士林管理 中正紀念台 然後醫院健檢 雪山隧道 這個所謂的醫院健檢 到底檢什麼東西 這個感覺好像是過水一樣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 這個剛剛主持人講 確實一個早上或是一天 要玩這麼多點 故宮理論上至少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跑不掉 對 尤其中類只有士林管理 這三個點就一天了 所以一天裡面還要到雪山隧道 到雪山隧道 隧道醫院可想而知做什麼 就是量血壓 勢力 那個有需要從大陸千里條條跑來台灣 去量身高體重嗎 所以以前就是會有一家醫院 一天五六部遊覽車進去 每一部遊覽車進去 不到一個鐘頭 四十幾個人就這樣出來 就是這樣 所以醫院在這邊 所以這個不是健檢對不對 不是健檢 對 這個不是健檢 他醫院像這種 我們知道以前就是給2000塊錢給醫院 醫院幫他弄 光光健檢醫美簽證 這個是就當時的醫美團 這裡面的話 其實存在有一個問題 你看2萬5也可以做醫美 然後13萬 15萬也可以做醫美 其中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健檢這一塊 那麼健檢的這一塊的話 存在的一個問題到底在哪邊 甚至有人利用健檢的方式 跑來台灣玩 為什麼他要用這種方式來 他為什麼不直接用自由行的方式 因為自由行它有諸多的限制 而且他在發證下來的期間要很長 他21天以前要送件 你多久以前 你那個大通證的話 是不是在一個月前就要完成了 所以他怎麼找得到這樣的客人 就像我打廣告 我最後我廣告已經打了 後面要馬上收廣告 怎麼可以 但是醫美就不一樣了 他兩天 最快兩天 最慢10天就可以把證核發下來 而且線上申請 你說自由行的話 你申請的話還需要多少時間 最起碼要20天 你看最起碼要20天 可是問題是說 你要來參加這個醫美的話 其實醫檢的話只要多少 48個小時 而且請注意 線上申請 電子簽證 這還直接可以網路上面申請 自由行不行 要做一個審核 要團體的 要團體key單 對 然後自由行 不是每個城市都有開放 有些城市的居民不能來 所以為什麼專醫美健檢漏洞 只要是提出醫美健檢的理由 任何城市都能來 所以我們到比較偏遠的一個省會城市 他搞不好都還沒有開放 對 你只要用醫美健檢的名義 在網路上申請就可以來了 所以旅行社就利用這個漏洞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自由行它有額度的限制 它有配額的 每天這五千人 你五千零一人你就進不來 對不對 那我這個醫美團 他沒有額度的限制 他沒有限制 你隨時都可以來 這個保證金是怎麼回事 你如果參加這個 所謂的醫美健檢團的話 台灣的醫療院所要繳 100萬的保證金 這是什麼 我繳給旅行社 旅行社會先繳給醫院 因為怕客戶檢查完以後 錢沒有繳 還有一個就是怕他違規 如果違規的話 一個客戶 一個病人這種路客進來 跑掉一個 那就罰10萬塊 10萬 所以從這邊去扣 所以擔保單位是誰 擔保單位是醫院當擔保 然後旅行社繳這100萬的保證金 醫院當擔保 對 醫院是人保 就是保證人 然後旅行社是保證金 保證金 人跑去結果醫院要負擔這樣子 醫院有行責 所以台灣有幾家醫院 本來應該是旅行社的責任 不是嗎 對 所以錢從旅行社去扣 可是醫院違規 醫院要被祭典 兩次 三次醫院 旅行社是民事 他是行事 對 因為行事 好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醫美團的話 年滿20歲 存款達20萬 但是自由行的話 存款 他們要來台灣真的是不容易 你參加自由行的話 你還必須要有擔保 除了有保證人之外 還有一個 就是你要有存款的保證 存款必須達到20萬 也就是人民幣大約是5萬塊 或者是年收入達到67萬 人民幣15萬 你才能夠申請自由行 不過你在參加這個醫檢團的話 存款達到多少 20萬 但是年收入不用那麼多 只要50萬的話 你其實基本上就可以參加 這個所謂的這個醫檢團 但是這個醫檢團 其實也出現了很多的亂象 那個祖密 你們要擔保 我不知道這種狀況的話 你們到底那個知不知 醫療院所裡面的一個狀況 很多的團來的話 這個健檢完以後 然後就不見了 那個不見的話 這個十幾天他們要出去的時候 聽說可以賺好幾十萬回去 他沒有不見 沒有不見 他待在他的房間 從來不用出去 但是他的訪客很多很多很多 十五天當中訪客 可能超過一百個 他就住在這個房間 不用出門 好奇怪的現象 那我要講這個之前 我剛剛查到一個資料 就有一個週刊 他做了一個統計 我們其實2011年的年底 開放了這個醫美健檢對不對 兩年之內 其實為台灣的醫療院所 也就是我們的健檢這個行業 也增加是40億的產值 很不錯對不對 很多人都來我們這邊 因為台灣的這個醫療技術 是比較發達的 但是兩年之內 台灣的男人花在買春 尤其針對大陸美這方面 是60億 這個因為是非官方的統計 我是不知道說 你們怎麼不花錢去健檢 但是花60億在這方面 那是怎麼花的呢 告訴大家 怎麼掛羊頭賣狗肉 剛剛已經講了 因為用醫美健檢的名義來 不是屬於觀光局 是屬於衛福部 然後你有相關的限制對不對 人蛇集團呢 他會組一個公司 我現在舉例 我講個故事 我們來講這小販冰冰的故事 好不好 他的花名叫彩碟 在大陸是在從事賣春 他透過這個公司呢 幫他申請 申請什麼呢 有一個假的20萬的存款 然後就說 他是某某公司的員工 所以呢 他的年收入有50萬台幣 都符合條件了對不對 好 就向我們的衛福部申請 他要來台灣做什麼 做醫美 審核之後 不錯 要彩碟 長得好像范冰冰 好 同意 他只有25歲 好 我就來了 這一團呢 可能將近20人 都是用這樣的名義 然後我是什麼呢 我就是這個公司 所謂人蛇集團 申請他們整團 就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 讓他住哪裡 很驚人 這個賣淫的行業 已經開始日新月異了 他就包下了一個商旅 一個飯店 是專門給大陸客住的觀光飯店 好 我們這個彩碟就住在205號 他一來台灣之後呢 人蛇集團就用車子 把整批人送去醫院 量身高體重血壓 量血型什麼的 做好了對不對 因為根據我們衛福部規定 你要做這個 我做完了 一萬五也給你了 交了 再把它載回來 我合法啊對不對 我有做見檢啊 做了 回來之後呢 15天 他都沒有離開這個205號房 為什麼呢 川流不息的客人 就會到他這個房間來 光是來看一下 一趟是15天 他可以撈到快50萬 一天喔 聽說最高紀錄是10個通告 可是他這個 那個旅行社都不知道嗎 他不是應該跟團進來的嗎 我有做啊 我跟團進來啦 我跟團進來啦 我有去見檢啊 可是之後的話要走行程啊 我有啊 我很忙耶 還是他這個的話 是屬於那個自由行的 這是屬於醫美 醫美 就是醫美健檢團 醫美健檢團 對 我有符合 因為我申請15天啊 還沒對團啊 這個他不用跟團 其實醫美團是不用跟團的 是因為我要他去消費 我才要跟團 所以我賭的時候 才要有跟團 他又沒有賭 清雪 我解釋一下 醫美團跟觀光不一樣 因為他屬於衛福不管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必須去指定的醫療院所 做健檢 我有去啊 做完之後 這15天我做什麼 你們不能過問 我不需要去觀光 醫療院所知不知道 醫療院所也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他們就是來健檢 我就來健檢 然後蓋個章 可是之後的話 他要到哪邊去 你說實在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管 我在15天之內 賺完了前50萬 我撈完之後 我就回家了 甚至我聽醫療院所的醫生講說 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甚至護士講 奇怪了 這個女孩子不是那個 上個月才來過一次嗎 怎麼這個月又來健檢 一年總共來了六次的健檢 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而且我們這位小販病病 來一趟就撈個50萬 他下次再來一趟撈50萬 他兩趟撈了100萬 他就透過醫療健檢的名義 還有女生對不對 男生來幹嘛 來看一下國際級的乞丐 這個人叫莫鳳青 他在大陸多厲害 他是湖南人 他在大陸就是到處去當乞丐 因為他因為行動不便 之後他就出國去當乞丐 到哪裡了 新加坡 澳門 香港各地 他都有去了 之後這位先生就妙了 他說他在北京 更加興起的時候 人家跟他講說 你怎麼不去台灣 台灣人都好善良 他想想也對 好 來了 花了團費3萬塊 參加醫美團 他來了 而且他的名義是 某公司的高級CEO 人家是有一個名稱的 來台灣之後 他就到處去當乞丐 請看一下 一個月也進帳6萬多 然後他是被誰呢 他是在新北市的地方 在刑起的時候 警察就覺得 這個人沒有見過 就問說 阿伯 你哪裡哪裡 他一聽說 不 他就講一個北京槍的 因為他聽不懂 他就說不要 警察一想 不對 你就不是我們台灣人 就把他請到了派出所 一問才知道 你根本就是用 醫美團的名義來的 你應該去見解 你不應該這裡當乞丐 好 你知道我們的警察 寶寶好有愛心 看到他在刑起 還幫他買了一些肉包送他 他拿那個包子說 我不吃包子的 你們有沒有便當 你也夠了吧 然後他來了之後 他就說 他覺得台灣人好有愛心 這個地方還蠻不錯的 這個人是國際起開 這個更瞎 三個浙江來的陸客 本身根本不是出家人 他們來台灣之後 直接坐計程車 到我住的地方 內湖科學園區 聽說那個地方的人 都經濟條件不錯 就開始 男的就扮成和尚 女的扮成尼姑 一個月 一個月五萬多 人民幣 這是怎麼賺的 照理說你們來我們這 應該是我們賺你的錢 你們這群人 都努力來賺我們的錢 現在是怎麼回事 現在大家都在擔心 陸客急縮的一個情況之下 醞釀的可能是一股 倒閉風潮 其中還包含了高炳業者 因為現在精傳 鳳梨書的一個業者 說光是今年很有可能 光是鳳梨書就會蒸發掉40億 不過不用擔心 因為有一個 一款飲料突然之間走紅 叫做純粹的 純粹奶茶的話聽說那個 包含了馬來西亞 新加坡 還有高麗妹 全部都在封牆這個純粹 這是廣告還是真的 真的 你還不一定喝得到 正美 聽說他們這樣搬回去的話 可以賺錢 當然 因為價差是一倍 我剛剛講了純粹 你在台灣的便利項鍊是30塊 請看一下 8月多才上市 在新加坡 一坪就要60塊 在60塊之前 台灣賣30 在新加坡是賣60 可是在之前你買不到 網購就120 幾倍 四倍 四倍 天啊 還是賣到翻 那馬來西亞 因為現在還沒有辦法上架 馬來西亞的便利商店沒有 所以他們透過網購的話 一坪20碼幣是多少 170台幣還是一樣賣得下下叫 來 韓國妹妹 韓國的一些年輕人很愛這一款奶茶 他們賣多少 一樣 台幣70 一樣是搶到翻 很多人奶 那個是哪裡 韓國的 韓國 韓國賣70 好 氣血一定會問我說 是有這麼好喝嗎 那不對喔 你跟年輕人沒有接軌 我也跟年輕人沒有接軌 為什麼 因為他的外型 憲哥 你要喝一罐 不可以 對我來講都一樣 都一樣 憲哥 你喜歡哪個顏色 喜歡哪一個顏色 來 純粹 憲哥 喝看看 等一下我再問你說 到底怎麼樣 請照一下 純粹為什麼年輕人喜歡 我現在發現我這幾年常會去 新加坡或香港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這一地的年輕人很愛什麼 文清風 文創的產品他們超愛 這一款純粹 他們愛是因為它的外型 為什麼叫洗髮水奶茶 因為有很多的那個洗髮精 就做了這樣子很時尚 再來我手上這一瓶 這一面它是中文 純粹對不對 對 可是你看 這邊 它是英文的 日文 不是 日文 它這個是在那個嗎 不是日文 它這個是在日本賣的嗎 沒有 這裡就有 然後來 歐巴 看一下 這邊是什麼 韓文 那這個是在韓國賣的嗎 這邊就有 台灣的那個便利商店 你要去找 而且各位 你想想看 我這樣拿著 你會覺得 好像不是奶茶 看起來很像很高檔的 很像化妝水 有沒有 像不像 像 年輕人就喜歡這一味 因為他的外型看起來很時尚 因為我們一般喝奶茶 要不然就鋁箔包 對 要不然就胖胖 聖美 我問妳 妳在台灣有喝過嗎 我還真沒有喝過 憲哥有沒有喝過 沒有 對啊 校園有 然後憲哥你喝喝看 我跟你講 我老婆 我老婆那天 但是不會是妳的第一手選吧 不會 可是我老婆第一個就去買 女生會很愛 她會覺得說拿這個 就像拿那個化妝品一樣 很時尚 很時尚 很文青 而且放在這個辦公室手 所以她擋憑那個 這個韓國 日本跟馬來西亞 新加坡的原因 是因為她的外型 而且還有重點 她有各種顏色 所以年輕人喜歡 收集各種顏色 你只要把它全部收齊了 你會覺得你完成了 一個重要的任務 很像神奇寶貝圖鑑 對不對 我一定要把這些 所有的神奇寶貝 給收齊了 你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很多韓國年輕人 新加坡年輕人 他們來台灣 就到各個便利商店去找顏色 如果我現在缺了紫色 我就所有的便利商店找 我就非要找到紫色不可 這是不是變成那種時尚潮流 我就找顏色 找齊了之後 我就再下去 再找一個同一個系列的 這是年輕人的工作 聽到我也傻眼 你知道嗎 我都不知道說 這原來純粹已經造成了 國外的一個崩潮 這是台灣之光 我真的覺得 不過他最近的話是新加坡有一款 因為裡面含了那個茶胺素 不過這要解釋一下就是說 因為他有一款 就是我手上這個 他含的茶胺酸 在台灣是合法的添加物 但因為新加坡的規定 茶胺酸是比較不屬於 他們可以允許的添加物 所以目前他是要求 這一款要先下架 不過他並不算是違法的台灣 那其他款的話還是有上架 他允許茶胺酸 很厲害 一個月的話賣掉了100萬瓶 他在新加坡 已經賣掉了100萬瓶 嚇人 那這個老闆也很厲害 這個老闆其實是比非 這個比非多的一個老闆 他叫做梁家明的 那他過去的話 其實是在味泉裡面 負責這個 這個飲料的飲品的部門 但是沒有想到 後來出來自己創業 居然開創出一片天 當初他投入了一個資本額 可能只有300萬左右 沒錯 剛剛從300萬 衝到了30億 是什麼衝 你真的很難想像 這個比非多董事長 梁家明他是什麼出身的 基本上他大學畢業之後 他就在味泉服務 那味泉服務13年 基本上他之前 不是在果汁部經理 他在別的部門 那果汁部在這個部門 基本上是一個賠錢的部門 每年都賠三四千萬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味泉的果汁長什麼樣子 就是那個利樂包 就紙盒有沒有 有沒有就黃色的 然後紙盒 然後裡面裝果汁 基本上這種果汁的話 很少人回來 都版頭在用而已 那他接手之後 其實他很靈敏 他覺得說 果汁就跟人家看得新鮮 而且要時尚 所以他接手之後把名字 他覺得果汁 就每天都喝到維他命C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名稱 叫做美日錫 大家就有印象了吧 美日錫 美日錫 所以他打造這個美日錫 而且他不用味泉 當前面很明顯的品牌 為什麼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味泉的果汁長什麼樣子 就是那個利樂包 就紙盒有沒有 有沒有 就黃色的 紙盒 然後裡面裝果汁 基本上這種果汁的話 很少人回來 都版頭在用而已 那他接手之後 其實他很靈敏 他覺得說 果汁就跟人家看得新鮮 而且要時尚 所以他接手之後 把名字 我們他覺得果汁 就每天都喝到維他命C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名稱 叫做美日錫 大家就有印象了吧 美日錫 美日錫 所以他打造這個美日錫 而且他不用味泉 當前面很明顯的品牌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味泉 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賣醬瓜的 賣泡麵的 賣那些比較傳統的食品 跟這麼時尚的果汁 好像很難搭 所以他就直接用美日錫 來當名稱 果然他打造出來創下 非常非常驚人的銷售 其實這種思維的話是很難改變的 因為一般的話 我們覺得大品牌的話 我一定要用那個品牌的名字 譬如說統一的話 我一定要強調他是統一的 我如果是味泉的話 我一定要強調他是味泉的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味泉這兩個字的話 對於這一件 這個果汁來講 他未必是正面的一個 加分的一個作用 所以說他居然不用味泉 而且他用透明的瓶子 讓人家可以看到裡面 果汁的顏色 在當時1985年 那個時候是很厲害的創舉 就是說他創這一炮而紅之後 他其實很想做其他的產品 但你知道在公司內部 其實這擋手擋腳的 因為上面有很多主管 所以他決定出來創業 跟他的哥哥借了150萬 跟代工廠合資了30萬 推出了這個台灣優植物 什麼叫台灣優植物 植物弄優 這個等一下大家會講到 不過他先推一樣是延續這個 他推出了佛州柑橘 跟一日之際的果汁 一樣延續這樣的一個情況 讓他 他有一個哲學 叫做馬拉中哲學 他這邊已經 跑步已經成功賣出去了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 大瓶裝的產品 在當時也是創舉 讓他賣開了一大步 這個大瓶裝的 他市面上有賣嗎 其實那時候是沒有的 這個應該是大賣場 或是要賣給小販的 對 不管是免日息 那時候在大賣場 你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他一瓶多少 那三瓶多少 那我記得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 我每一次去都買三瓶 所以他很容易打動 那是大賣 大賣 大賣 而且他這個策略也很好 你看我們那個SK-2 SK-2就是當初密斯火頭 密斯火頭已經用得沒人要用了 所以他就創一個品牌叫SK-2 SK-2買什麼東西 我一直說過... 可是內容物的話 其實可能大同小異 都一樣 你開始就跟SK-2 所以這個是創業初期 那跟哥哥借了150萬 那代工廠跟代工廠 總共合資起來的話是300萬 他們就開始創業了 對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他的這個市場的敏銳 非常非常敏銳 所以也獲得成功 但是他接下來看到一個更大的機會 他這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福樂 剛好是雀巢 那時候有意要賣掉他的銅爐 另外優佩蕾 就是優酪爐的這種大的 最大的一個廠商 跟他的母公司 也有一些財務的危機 所以他看到這個市場 那時候是真空 就在優酪爐 跟發酵乳這部分的話 他看到了一個商機 所以他跟艾滋味結盟 因為艾滋味這時候 也要跨入這樣的一個市場 所以結盟之後 一個負責行銷 一個負責生產 賣什麼 賣大家最熟悉的比菲多 那比菲多為什麼會成功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一個模式 就是發現市場上 看不到的一些商機跟容量 說實在的 比菲多能夠成功 我自己也很訝異 你知道嗎 因為過去的話 根本沒有看過 那個大瓶子裝的養樂多 對 我跟你說真的有需要 那我就想說 這怎麼會成功呢 他居然成功 你知道嗎 養樂多我們以前 男生喝的話都是什麼 五瓶 然後他包好 然後我們擦的一個吸管 擦完喝完一瓶 然後再擦第二瓶 再擦第三瓶 我也是這樣 我們都這樣子喝 所以他看到這樣的一個商機 他推出大館 養樂多 對 所以說也在市場上爆紅 那除了這個之外 看一下這個好不好 他找了林志玲代言什麼 植物濃郁 大家就很熟了吧 有... 大塊裡面有果粒 這個很久以前 林志玲那時候這樣 可能還沒那麼高的 對 他都堅強了 淡紅 不過他要對保 對啊 其實剛剛在講到養樂多 養樂多在台灣已經 其他品牌已經死很多了 我記得我高中打工的時候 有一個叫艾如蜜 我還做到嘉義的那個 嘉義的那個分銷商的經理 結果艾如蜜也倒了 艾如蜜也是養樂多的一塊 養樂多 對啊 結果就死了 養樂多存活下來 結果你看 他把小瓶變大瓶而已 他成功了 沒有啦 不只這樣 其實剛剛在講到養樂多 養樂多在台灣已經 其他品牌已經死很多了 我記得我高中打工的時候 有一個叫艾如蜜 我還做到嘉義的那個 嘉義的分銷商的經理 結果艾如蜜也倒了 艾如蜜也是養樂多的一塊 養樂多 優酪乳的一塊 對啊 結果就死了 養樂多存活下來 結果你看 他把小瓶變大瓶而已 他成功了 沒有 不只這樣 沒有 裡面都一樣 都酵母菌 對 都是酵母菌 對啊 但是他後來的話 其實成立了這家公司以後 推出了非常多 還有這個 還包含了 卡達車 卡達車也是他的 最近出來的卡達車 前陣出來 你知道前陣不是 腳踏車很熱門嗎 而且卡達車你騎的話 下面要裝那個水 那一般的瓶子裝不進去 他直接設計成 直接可以裝在單車上面的 剛剛好的這個運動飲料 也爆紅 所以他基本上是看到 這樣一個趨勢 就成功了 不過後來 其實基本上 艾滋衛跟他有一點意見不合 所以跟他分道揚鑣 賣掉了這艾滋衛的股權 結果後來艾滋衛很後悔 你知道嗎 因為基本上 因為他後來開始賣好朋友系列 讓他業績瞬間又成長了百分之百 所以後來有一次在 好朋友 說實在好朋友系列也是不一樣 也是很厲害 對 你知道 你看他切割的市場的話 是沒有人做的那一塊市場 對 你看比菲多的話 是大坪的養樂多市場 過去沒有人去做的 比菲多這個什麼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這個的話 也是沒有人做的市場 對 以前牛奶就小小坪的 對 要不然就是大坪的 對啊 這調味乳它在中間 而且它裡面有加奶油 所以你喝